一個差點被世界忘記了的女子 大家好,我是斐茶X雙性戀 今天我要說的是日本歌姬才女竹內瑪利亞 要說一下那個靈感來自哪裡呢? 首先是五大師或是Sigma的直播或是影片當中的配樂 讓我才知道有竹內瑪利亞這個人 竹內瑪利亞生於1955年3月20日 65歲,他是這個賭根員人 1978年23歲的瑪利亞出了第一首單曲 《回來媽我的時間》 我個人看來這一首歌可能是他在回憶抒發自己的時間 或者是他的愛人已經不在人世 所以他在回憶和愛人之間的點點滴滴 Beautiful day today I love you and I hope you love me too 980年,瑪利亞的第四張單曲《不思議的圖子派》 這首歌首次進入了Oricon的公信榜前10位 最高排名就是第3位 歌詞《I'm really for love》的講述 他已經準備迎接新的愛情 或者已經進行當中的ING form 這個小提醒 同樣是單曲《再見的黎明》 在山下達郎作的 這個人也是對日後的瑪利亞很重要的 1982年,27歲的瑪利亞就和山下達郎結婚 而且宣佈暫時退出樂壇 1985年,30歲的瑪利亞推出蛋曲《Bastic Love Extinct Cups Max》 這首歌一開始就銷量普通的 歌詞轉轉直至2016年 頻道Sonna把《Pastic Love》上載到Youtube爆紅 原片已經是租人剷除 之後另一個頻道《Pastic Love》重新上載這個歌曲 亦都配上另一首歌《Sweetness Music》《Morning Glory》的單曲作為封面 這首歌主要是講述虛假的愛情《余童梳》 要一樣用完即棄 還有正如歌詞 I'm just playing games I knows that Bastic Love 1989年,瑪利亞推出單曲《Single Again》 這首歌講述那個男人和瑪利亞分開之後 那個男人再被人拋棄 之後雙方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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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帶你離開的女人的陰影下 然後帶出了內心的無奈 1990年,瑪利亞推出單曲《Goba》 一首歌講述那個男人被女子說謊之後傷心的心情 而那個女子是知道自己的心意 而覺得無奈 Why? Let's you not call you 為什麼一個不便的夜晚響起的電話零聲 1994年,瑪利亞推出單曲《戀愛共詩曲》 首歌講述《辦公室女職員的不倫之戀》 So I sing these worships for you 講述女子的貪憂關係 不可以得到承認 1998年,瑪利亞推出單曲《偽裝》 一首歌講述女子對南方的思念之情 一年之後回到那個城市 最後,在瑪利亞的眾多歌中 也許瑪利亞在回憶著可能成為情人的同學 安、報、公、雲 圍這一切都是命運 不過人生就是這樣 也許安、報、公、雲是一個好人 但是結果是山、客、達、樂、愛他 最後,我是一個21歲的青年 我的頻道主要是講述原實力 動畫、漫畫、反應、reaction、圍棋 動畫、劇集電影、外星文化、人物介紹 香港集滿文化等內容 希望大家支持 HeroSight Kong